花莲县美术协会举办2022第三届台湾花莲国际文化艺术交流大赏 汇集的来自世界各地152位艺术家 有300多件的艺术创作品 直起就在吉安浩克艺术村来展出 一幅幅艺术创作如许如生映入眼帘 这是花莲县美术协会29号上午在吉安湘浩克艺术村举办的 2022第三届台湾花莲国际文化艺术交流大赏 这次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23个国家 152位创作者带来了300多件出神入化的艺术作品 争选这些作品的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是非常大的这种力量那么去处理 一开始的话大概有58个这个国家参与 那到最后选出来的 到最后选出来了 就是有24个国家 所以说在这边展览的算是说 最多的全世界最多的一次的这种大师级的 世界大师级的作品 全部都集中在这里 我们所有的艺文在俗生上任的四年 开启了所有在地艺术家 以及社团的分享 甚至于是画作的交流 首创的这样的一个经验 今天把国际级的画作带到了浩克艺术村 请所有的乡亲好朋友们记得这是一个非常特别难得 而且是一个非常精湛的展览 请大家从今天开始来到浩克艺术村 大家一起来分享在我们生活氛围里面 带来艺术国际级的画作的能量 不用出国就可以到浩克艺术村 一起来分享哦 受疫情影响 各国邮件寄送不易 除了本地艺术家 来自海外作品都是彩原件图档输出方式来呈现 包括了书法 水墨 水彩 油画 胶彩 压克力 粉彩 综合煤彩 陶瓷等等 展期从即日取到11月12号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前往浙安浩克艺术村 来欣赏世界级的艺文唱作之美 借时的请浙安相报道